天津 哈囉歡迎大家來到土雄頻道 我是兔兔 狼 今天我們要探討 基因的神奇 哼哼 怎麼樣 就算我覺得你會享受這次 是因為太 多跟 恭喜有相似之處對吧 對 我覺得現在恭喜已經8個月了 這其實是一個時間的累積 從第一眼看到它的外表 後來又感覺到它更多的習慣 你就會覺得 基因真的好神奇喔 這種神奇 不只是外表而已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來探討 基因的神奇之處 用恭喜與我的案例來跟大家分享 你覺得我們像嗎 當你第一眼看到恭喜的時候 其實還好 我說的第一眼不是超音 不是醫生真的抓到我面前 給我看的時候 我其實覺得沒有沒有像你 有像Donut之類的嗎 也沒有我覺得這是一個好陌生的小人類 就覺得他就是一個陌生的人類 那會不會要努力記住他 所以我那時候不覺得他像你 因為他如果像你 我覺得我應該很快可以記得 當下前進是我 一直記一直記 如果你們有那種很相似的地方 人腦會幫助記憶 會有關聯性的記憶 但是我覺得那時候剛出生的時候還好 那你記得我當時覺得他像我嗎 但其實你不是跟我說像你 你是說像你家族的其他人 我一看到他 感覺就是覺得 什麼都從我這裡來的感覺 因為其實他一定 左邊挑一點東西 右邊挑一點東西 看了他臉我想說 什麼你都一直拿我這邊 超過二分之一 這不是二分之一的拿法 對我就有這個感覺 然後我甚至 因為我剖腹 我可能到第三天才去看他 然後我還把他手也拿起來這樣看 看他的手指頭 我想說這手長得像誰啊 像誰 我到現在其實未知 我其實覺得不像你 我覺得手不像你 好 你當時看到超音波的時候 你覺得那個超音波跟我有像嗎 有 我覺得這個超音波是一個過渡性 因為你就是每一次產檢都會照到臉 你知道他可能比較後期 或者是要看寶寶狀況嗎 擋著也看不到 但是我們每次都可以看到他的臉 他就是有個變化 有時候不像你 好像某個角度的時候就不像 然後某個角度的時候又很像 那你經歷到現在 我就問喔 他零個月從出生 然後從那個超音波 一直到現在八個月 有小孩跟沒小孩之後 你有沒有覺得 哇靠 基因真的太神奇了吧 比較不是外表的 蛤 那我們等一下就要多探討其他的囉 坦白說外表 雖然有時候會說 你們兩個長很像 可是我覺得那比較像是肌理 面部表情 你們會有一些很像的表情 我們現在就直接來討論這個 長相的部分 其實我長相這件事情 我看到恭喜 我好幾次看到他那張臉 我就覺得祖宗十八代 好像我的基因整個密碼被喚醒 啪啪啪啪 我覺得沒有到十八代那麼多啦 我也不認識我的十八代 不知道恭喜做一些表情的時候 就很像我阿嬤 或是有一些照片 怎麼長得這麼像我爸 可是其實我就長得很像我爸 然後我爸就長得很像我阿嬤 這一張臉長了四代 哈哈哈哈 這是你們兩個人站在一起不行 要再加一個爸爸或媽媽 一家人 更奇怪的是我覺得 我哥長得也不是很像我爸 也不是很像我媽 會嗎 我覺得他滿像你媽 妳覺得他很像我媽 嗯 滿像的 好 我先哭 哈哈哈哈 你知道嗎 我曾經小時候的時候啊 我有一些行為或什麼做出來的時候 我爸或我媽就會說 你這樣好像誰 然後就講到一些我的 其他的長輩 然後我就覺得說 我做什麼你就要提到別人 我管他是誰 我就覺得我就是我 你為什麼要一直 小時候好個性 我真的喔 因為我不知道 那些人曾經帶給我爸媽 怎麼樣的回憶嗎 妳小時候就有這種想法 大人超愛跟我聊天 因為我很成熟的邏輯 OK 我現在理解了 那個感覺太強烈了 他要做一件事情就 啪啪啪啪 欸 不好意思 以前不能理解 但是你現在能夠理解 因為你也是從恭喜之上看到太多了 對 但我會試著讓我自己 不要在他面前說 喔你這樣長得好像 你得想辦法不要在他面前這樣做 你小時候那樣不好的感受 你不想再複製下去 對 總之我就是不會再這樣做啦 好啦 那我們直接討論 面部表情 很常會說你們兩個很像 尤其你抱著他的時候 我從哪裡走出來 我看到你們兩個會覺得 喔你們兩個很像欸 而且我們兩個還會這樣 你走到哪裡 我們就這樣一起看你 對啊 超煩的兩個攝影機這樣 追焦的那一種 表情也很像這樣嗎 對 是表情很像 然後你說五官嗎 雖然你們都是垂垂眼 但我覺得他眼睛就是比較大 因為其實亞洲人眼睛跟西方人眼睛 還是有點不一樣 他其實有一個地方是他下眼睛 他是蛙深的 比較深邃 比較圓 比較狗狗眼 然後像我們亞洲人的話 這裡就是平的 有人說你們鼻子像 我也覺得鼻子 鼻子鼻頭像 但我覺得鼻涼 畢竟就是我覺得最終也會再更挺啦 五官會再更深邃 然後這個臉頰肉 很像 那個真的好像 側臉跟我真的有個像 嘴巴除了純珠像之外 我覺得嘴型的表情跟你不像 喔我也覺得 然後我覺得我有一個最喜歡的 眉毛這邊有兩條肌肉 我皺眉的時候 我是兩條直的肌肉 然後我們兩個每次皺眉的時候 就會這樣 我就會說那個很像昆蟲的 兩個觸角 那因為恭喜不太愛哭 所以他什麼時候有這個表情 他準備要哭的時候 或是他已經在哭的時候 很偶爾哭的時候 對我呢 我什麼時候會這個表情 裝可憐的時候 也差不多是想哭委屈的時候 一定會有這個表情 如果你們兩個人同時皺 比如說他突然哭了 你不知道怎麼辦的時候 你會皺眉 你們兩個人皺在一起這樣 超好笑 我超愛 兩隻 對 大鵝跟小鵝這樣 我超喜歡的 然後我也覺得 笑起來其實沒有那麼像 而且他很愛笑 我沒有很愛笑 然後純珠一模一樣 我純珠從小就會脫皮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 有純珠的人知道 純珠會有一塊皮唷 一直長 然後一直掉 一直長 又一直掉 我覺得超煩的 然後進來兒子也有 然後你知道嗎 前幾天 Aro她媽媽把我們帶了小孩 喔 恭喜有純珠 她以後一定很會講話 我跟你說 很多人會稱讚恭喜的純珠 從她出生 被發現這件事情之後 怎麼都沒有人發現我有純珠了呢 如果你很想看我們的影片 請不要吝聲按下訂閱 小小的舉動大大的幫助 訂閱 好然後她的手啦 就是手臂很厚 有些人會說明前 有些人說橡皮筋 就是這裡一條縫很深 然後手臂很厚 蓬蓬的 Donner跟我想說都是米菇手 兩個這樣趴著的時候 超骨 自帶那個麵包饅頭 對 米菇的感覺 她有一個超奇怪的喔 肚臍的形狀 其實我一直很不滿意 我肚臍的形狀 因為我肚臍的形狀 有點像是這樣扁扁的 你為了這件事情 你還去為難醫生 她那個肚臍可不可以 不要跟我一樣啊 然後醫生說 這不是我能決定 天生的 因為我跟恭喜的期待都很粗 結果跟恭喜肚臍的形狀 長一樣 我就是那種期待很細的寶寶 所以我肚臍就比較小 想不到你的粗肚臍 是有辦法這樣移成的 好 接下來討論下一個囉 習慣的部分 我一直以來都認為 我可以理解長得像 跟基因有關 我沒有辦法理解 怎麼可能習慣一樣 就像我剛剛說的 我覺得每個人都是不同的個體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習慣啊 你會覺得一家人習慣一樣 是因為爸媽習慣這樣 所以他教小孩這樣 對 我從小都這樣覺得 但是等到我生了恭喜之後 我就覺得 我還沒教他欸 怎麼會跟我一樣 來 比如 肚臍問題 我每天至少要花一個小時肚臍 我曾經算過 如果我人生會有24歲 代表我有一年都在拉伸 謝謝你的數學競賽 恭喜 肚臍問題也是滿明顯 能做的我們當然就只能盡量做啊 吃一些益生菌什麼的 對對對 確實有改善啊 相比之下 吃跟沒吃也有改善 這是便秘的問題 然後我們兩個吃飯要吃超滿的 吃飯也不專心 也不是不專心 我覺得他就是慢慢吃 他就是 對食物沒有那麼喜歡 你對食物沒有像我那麼的瘋狂 好喜歡 吃到什麼東西 這就是人間美味 沉浸在食物的戀愛中 你對食物就是 普通 沒有什麼特別的情緒 我後來就知道有一些人 例如說看到桌上的東西 就會想要吃 其實我是沒有辦法理解的 他剛出生的時候要喝奶 一餐要一個小時欸 你知道我小時候有一個 綽號叫做 就是大家對我的那個 反向稱呼 我吃飯有夠慢 總是全家最後一名 我覺得恭喜 也是全嬰兒式的最後一名 他有一些喜寡 我覺得很妙的一個 我從小就聽我媽說 我不吃奶嘴 而且我其實自己也滿有自覺知道 我不吃奶嘴 而且你很好笑 你很喜歡逼你嗎 欸媽 我以前吃奶嘴嗎 沒有 你不吃 你現在就不吃了 喔 那為什麼我不吃奶嘴啊 以後可能會報應 回到你身上 女兒子就會開始逼你 如果我拍影片 你可以自己去看 然後我看恭喜也一模一樣 你塞給他 你的 不到三個月他就不吃奶嘴 完全不吃 我那時候還買了新的一批奶嘴 要給他用 買了一堆奶嘴 真的 奶嘴服 新的大概六個至少 對 買回來之後呢 才開一部分先消毒 他小子就不吃奶嘴了 我本來很自豪 想說當我是一個baby的時候 是我們特殊的習慣 是不是 他就給我乳法跑 事實上我覺得我一點都不特別 你不特別 好討厭喔 然後再來是 我腳很怕熱 你蓋被子不能蓋他的腳 我覺得他跟我怕熱程度是一樣 我也覺得 我甚至覺得他還比你在怕熱 對 所以你就是被我們兩個人冷死 我就一天到晚說好冷好冷 家裡有那麼多口子 已經開好冷氣了 然後我走出來說好冷好冷 然後你知道我去摸兒子的時候 他整個是流汗欸 你穿外套 對 所以現在就是他自動配合 因為家裡有兩個人 所以他只能調整他自己 就是他自己去加衣服 接下來我們講個性的部分 鬼靈精怪 真的很賊 我也很賊 而且我以前在小時候 老師不是要寫一些評語嗎 小聰明啊 鬼靈精怪都是這種 然後我覺得他那個眼神力 就是也像現在 皎洁 透了皎洁的氣氛 對 但我覺得他個性有滿大一半 其實應該都不太像我 我覺得呢 大家會說他很可愛 就他很賊也很可愛 是因為他那個眼睛啊 很圓 你就覺得那種可愛的狗狗眼 賊一點就是感覺很 小聰明的感覺 就很丁精的感覺 也不會到小聰明或什麼 你會覺得是可愛的 可是你以前就是 又衰 然後又在那邊好像盤算什麼 其實那個喔 Donut他在他的敘述裡面 也有說到這些事情 比如說他愛笑 然後他是一個 喜愛人群 他就有點自閉 剛剛前面有講到 是很邊緣嗎 但在這一點就比較像Donut 然後我覺得這件事情 真的很有趣 他真的有一些 完全不像你的東西 跟Donut那邊的描述 其實是對得上的 對啊 我今天拍這支影片 其實就是要跟大家說 也是在打臉過去的自己 就是還沒有生孩子的自己 不要小看精英的力量 對 但是我還是要說 就我覺得 有一件事情 我也覺得很有趣 就是雖然大家都喜歡說 仔仔跟妳很像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 大家知道仔仔是 你的基因 所以大家就會這樣講 可是其實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跟妳很像啊 我也很常就是看過去的時候 就說 啊 怎麼跟妳那麼像這樣 就是他不像你的五官 比如說下巴 我們家仔仔有屁股下巴 我也覺得 就是他有屁股下巴這樣子 我等一下就幫你 劈一張屁股下巴 很明顯的照片 我覺得這樣很比較清楚 這跟你在挑兜嫩的時候 我覺得也是有關聯的 我會挑你當我的伴侶 我就是在挑兜嫩的時候 我也會挑 有妳的影子的 對 所以這個兜嫩其實都是我們兩個人 主義的這一個人 我選這個兜嫩會有垂垂眼啊 妳也是垂垂眼 然後有一些特質 是妳有的 所以我選妳當伴侶 妳選我當伴侶 就是也可以在這個兜嫩上 看到一些特質 所以莫名其妙就是 就是整個兜嫩就很像我們兩個綜合體 很神奇吧 我說我拍這支片的目的就是 為了要打臉過去的我自己 也要呼籲大家在挑伴侶的時候 真的喔 真的會 強力的影響到小孩 所以要好好挑 不只是外表 還有個性是不是 連個性真的 票很像 然後包括連祖宗十八代的 所以很多人會講 你兒子就跟你一個樣 對 菁英真的太神奇了 如果大家有家中神奇的菁英 想分享的話 也歡迎各位家長 把你這種意外發現 菁英的力量好神奇的經驗 留言跟我們說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想說掰掰